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知识点就讲完了 下面我们要玩一个综合案例 这个综合案例有多么综合呢 大概得写六七八个类 大家看是这样的 咱们先分析一下啊 这叫员工类的综合案例啊 某IT公司有很多员工 按照员工负责的工作不同 进行了部门的花费 分成两大部门 一个叫做研发部 另外一个叫什么 维护部 那么研发部呢叫developer 啊又非什么呢 加瓦意义工程师和安卓工程师 大家这个知道吧 现在咱们用的手机就两大派 一派就是安卓系统 另外一派就是啊 iOS系统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部门 维护部门叫manator 他呢根据维护的内容不同 非为网维维护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 对吧 但是大家注意看 公司的每名员工都有自己的员工编号 姓名以及他所负责的工作 对吧 好 我在讲这个例子之前 还是 啊这个地方 07 还是构造方法的 调用流程 这个是不是给大家画了三张图了 同志们 注意我有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这个东西很难 但是呢 我只要感觉到它有用 我必须给你把这个东西通了 啊 不是说它难 我说哎 同学们了解一下把这个过去了 不 绝对不 啊 大家基础班是不是学过方法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对于方法学习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在我眼里方法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同时它对于同学们来说也是一个难点 但是请记住 越是难点 我越得让你跨过这个坎 因为你过不去 对于后面的学习会有影响 啊 所以希望你能知道啊 来 那在这里 总共有几个员工同学们 加把意义工程师 安卓工程师 网络维护 以及硬件维护工程师 对不对 好 咱们画几个框框 四个框框 对不对 来 二 三 又好 有点大是不是 小点吧 二 三 四 是不是四个 好 哪四个呢 第一个叫什么 是不是叫加瓦意义工程师 来 给它贴过来 放到这 对吧 那第二个呢 安卓工程师 好 注意看啊 我慢慢的给你去分析同志们啊 不是说所有的东西 来同志们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四格式 我从来不这样啊 来 这是网络维护工程师 然后下面叫硬件工程师 好 放到这 是不是四个 那么这些工程师都有哪些东西 员工编号 对吧 来 员工编号 还有 姓名 粘过来 员工编号 是不是他们都有这些东西 好 弄过来 这有一份 这也有一份 然后这里一份 这里还有一份 对吧 同志们 对 那然后呢 他们还有什么 是不是负责的工作 都得工作 好 把工作拿过来 这是工作 是不是行为 OK 都得有工作 那然后问题是 这每一个员工 每一类员工 他们工作的内容 或者是方式一样吗 不一样 是不是不一样啊 OK啊 这样的话 我这么搞 给他变成横向的 留点空间 好 放到这儿啊 OK 把这个往上挪 我们要分别把每个员工的工作呢 内容给他拿过来啊 好 大家看 加瓦意义工程师 他的工作是什么 是不是研发淘宝网站 对吧 好 拿过来 放过来啊 那然后呢 这个安卓工程师呢 是不是研发手机客户端 好 能放开不 放不开 研发淘宝 分两行 可以不 可以 OK 那接下来 下面是什么 是不是 网络的 网络的 是不是检查网络是否畅通 好 那最后一个 什么东西 是不是修复打印机啊 哪一个价值最低 一个打印机700块钱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了 同志们 这两个家伙 都属于什么部门呢 是不是叫研发工程师啊 所以你得把他俩的共性给他抽取出来 那所以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东东 这个东东叫什么工程师 叫做研发工程师 对不 那我问你 研发工程师 有没有员工编号和姓名 有 那研发工程师要工作不 要 但是问题是 每个研发工程师的工作内容都一样吗 对了 所以在这个类中 你还能不能说是研发淘宝网站或者是手机客户端 不能 那所以这个工作的方法将被定义成抽象方法 能理解我同志们 那这个类呢将被定义成抽象类 OK 好 那么大家看 你这么一定义的话 这个 加瓦一亿工程师里面 员工编号和姓名还要不要 不要了 那这里还要不要 也不要了 那工作方法还要不要 这个必须要 对不对 好 那下面就会有一个关系 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叫继承关系 哎 这叫继承 好 继承 那通过这个分析 这边大家应该也能发现 你网络维护工程师和硬件维护工程师 对吧 对吧 大家看啊 是不是有一个维护部 哎 所以我们又得向上抽取 哎 这里抽取一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叫维护工程师 对吧 那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维护工程师有名字吗 有吧 有姓名吗 有 需要工作不 需要 但是你在这能不能做统一的规定 不能 那所以这个方法是抽象的 这个类也必然给我定义成抽象类 所以这边他俩要继承谁 是不是继承维护工程师啊 对吧 同志们 对的 好 那这边又是什么玩意儿 继承 继承 OK 那你这么继承以后 这里面的员工编号和姓名还要不要 不要了 这里面还要不要 是不是也不要了 对吧 对啊 那然后大家再来看 我不管你是研发工程师 还是硬件维护工程师 这个维护工程师 你们是不是都属于工程师 或者是都应该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吧 所以同志们 你又把你又把这两个抽象类的共性干嘛了 你又把这两个抽象类的共性干嘛了 是不是再来抽取啊 这就叫什么类啊 员工类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是员工是不是都得有编号和姓名 是员工都得工作吧 那每个员工都怎么工作能说清不 说不清 那所以这个工作应该定义成 抽象方法 那么这个类就需要定义成 抽象类 对不 那所以这个地方又有一个什么关系 继承关系 所以 耶 耶 他得点一下啊 比较恶心 这个 好 来 继承 继承 那大家你看一看到问题了吗 你把共同的内容都搞到负类里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两个负类还需要有内容吗 是不是不需要了 对不对 OK 那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案例我们在实现的时候 大家看需要几个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外加一个测试类 几个类啊 八个类 对吧同学们 那你有没有思考一个问题 老师啊 什么没多少代码 咱俩永远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好 注意啊 你思考的问题是啥呢 你既然出来一个员工的抽象夫 这两个家伙孤零零的在这里面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那我还要他俩干身 直接干掉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这个道理 能干掉不 不能 他存在就有存在的意义 那你想啊 研发工程师是不是可以有他们特有的工资 对吧 那维护工程师也有特有的东西 啥东西 我给你举个例子 到了年终要发年终奖 对吧 他们发啥呢 发钱 对了 当然我们要定义成方法啊 他们是要发钱 那这里呢 这里发啥呢 这里发卡 对吧 一样的同志们 不一样 是不是啊 对 或者说他们呢 研发工程师喜欢干嘛呢 大保健 对吧 干活天天切蛋嘛 太累了 整两年头发都没了 是不是每天 敲完蛋嘛以后 是不是 对吧 那这个呢 维护工程师呢 干嘛呢 他们干嘛 啊 他们喜欢打球 能理解我的意思不同志们 中间的这个东西啊 你现在我们的分析确实是没什么东西 但是呢 在实际的场景当中 是不是都有自己特有的内包 OK 那你要再不懂 我给你再举个例子 好 你看啊 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叫它 假如这里面有个类叫做Animal 这是什么类 是不是动物类 哎 那动物类可以分成好多子类 叫做食 食草 动物 食草 动物 对吧 然后呢 这边呢 可以叫 食肉 动物 那食草动物 比如说这边叫 羊 对吧 那这边呢 狼 狼啊 谁说的狼啊 那你这学加码就不合适了啊 来个兔子 注意 他们是不是都是食草动物啊 哎 那然后 这比如说食肉动物 这来啥呢 来个老虎 啊 老虎 这边来一个啥 狮子 大家想一个问题 这俩是不是都属于食肉动物 他俩 具有共同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吃肉 他俩的特性 是不是 像这个狮子 跑的是不是特别快 是不是啊 那你像羊和兔子呢 他们是不是食草 是不是也吃东西 但是他俩 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啥功能啊 不是 养着养着就被 吃了 对不对 是不是他们的特殊的用途 能不能理解 这中间存在的含义 可以 是不是啊 OK 那我们分析完了以后 接下来 我们就要把这个代码 来实现一把 贴下图 好 先把这个保 好